嗨,大家好,我今天为大家介绍一款我们怎样去在高峰作业并绳索作业的一个现象上的教程 本下来帮我们一起用我们的一个石老师,也是美国游户国际的GST的石老师来给我们做一个高峰作业,绳索作业的一个演示 大家好,我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的绳索作业的一些厂用的器材和装备 首先呢,我拿到的这个是下降器,它叫下降器,是帮助我们下降用的,它是一样的,可以打开,可以装绳子,这么一个下降器是必须要有的 下降器,然后呢,是我们的一个止坠器,一个副保护,一个止坠器也是一样的,用于卡绳子做一个副保护用的 OK,止坠器,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五点式安全带,全身安全带上面固定的一个胸式上升器 OK,这三个东西呢,还有第四个呢,是我们的手持上升器 也就是说,帮助我们爬绳子时候用于踩脚的,这四个东西呢,是一定要有的 大家好,各位行业的老师,同行 今天呢,我就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高空作业的一些基础流程和注意事项 首先呢,我们第一点要观察我们现场的这个安全 第一步呢,我们大家要先把你确定高空作业的位置 确定完了之后呢,我们用警戒线和围栏把这个区域给隔离出来 保证在你高空作业的时候,没有无关人员闯入这个区域 避免高空坠物,对于下方人员造成的一些不必要的伤害 所以说呢,第一点,我们要评估现场的一些安全情况 现场的一些安全 首先,进入这个区域之后呢,我们要做好个人防护 第一点,我们的安全帽 第二点,我们的PPE 有的现场可能需要我们戴眼镜 比如说高空一些切割啊,一些电焊需要戴我们的防护眼镜 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防护鞋 当然了,在这里我们是高空作业 就没有说强烈的要求铁头鞋和防穿刺的 这是个人的一些PPE 第二点呢,就是一些我们的个人装备 我们作为Rigger所预言来说呢,都有一套自己的一些个人装备 安全带的一些选用 这条安全带呢,是五点式的安全带 为什么是五点式呢,大家可以看到啊 有一些普通的安全带 和我们这个是不太一样的 首先五点是指有五个挂点 首先是背部的挂点 这就像一件衣服一样的 你把它拎起来之后呢 这就是你的衣领的位置 一个挂点 然后胸前一个挂点 然后腹部,腹部一个挂点 髋关节两侧,各有一个挂点 这是我们的安全带 五点式安全带 也是我们工业高空居院一些安装类的 必须的五点式的安全带 首先呢,我把这个安全带穿上 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穿法 拎起来之后呢 刚才我讲了,就像衣领一样的 拎起来这里,你就找到了它的腰环和腿环 通过腰环,穿进两个腿环 然后把我们的肩带通过来 过来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安全带是松松垮垮的 第一步呢,我们要把腰环给收紧 收紧,紧了之后呢,还不是太紧,对吧 然后再把肩带收紧 腹部调整,然后呢,是腿带 是腿带 我把这个安全带穿好了之后呢 等一下大家可能就会更明确的看到我所谓的五点式安全带 首先,我们穿好了之后 把这些长的带子都整理一下 免得它拖拖拉拉的 这样,我穿好了之后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就更清晰了 一个挂点,两个挂点,三个挂点,四个挂点 包括我背部的五个挂点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五点式安全带 五点式安全带 作为绳索作业呢,我们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如果需要去装灯,音箱 或者是加固一些东西啊 刷一些油漆,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时候呢 我们是要从这个架子爬上去的 因为这个是我之前设置好的锚点 所以说呢,现在呢,我们就可以穿好装备 直接从这个绳子爬上去进行作业 光有这个安全带是不行的 首先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装备 首先一点啊,我们的下降器 我们的下降器 我们的下降器 然后,我们的紫爪器 啊,紫爪器 啊,我们的手持上升器 然后,我们如果需要带工具 或者是其他一些螺栓啊,螺母啊,一些工具的话 我们还有一个工具包 然后,我们这个呢,叫做龟弄 也是在高空,我们高空作业的时候 一个定位用的啊,一个便利工具 还有一个双大钩啊,这个双大钩呢 是用于我们攀爬的时候 特别是刷子亚攀爬的时候 特别便利的一个工具啊,是 我们把它挂在腹部挂环这里 然后呢,把它收纳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我这一套 整个的一套装备啊,就是我们工作所需要到的一些装备 刚才我讲了,之前呢,我已经把这些锚点都准备好了 呃,我们现在是垂直的上升下降 所以说,呃,没有架车水平生命线 只是一个垂直的一个防坠器啊,止坠器 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只需要 顺着这个架子往上面爬的时候呢 我们有两种方式啊,先演示一下第一种方式 嗯,刚才我们说了,我们这里有一个双大钩 这个大钩的,呃,用,用途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它分别是两个可以打开的一个钩子 松手,它就会弹回去,对吧 然后呢,它的构造是呢 连接一个缓冲包,也叫适能吸收器 它的作用呢,和降落伞是差不多的 当你打到一定冲坠系数的时候啊 当你打到一个一定的冲坠系数的时候 这个缓冲包呢,它会打开 它的作用就是说,吸收你向下冲坠的一个势能 来保护到你的脊椎 包括你的,呃,坠落的一个最小的一个伤害啊 最小的一个伤害啊 当然了,这个东西也是一次性的 也就是说,当你发生过一次冲坠之后 那么这个东西就要更换掉了 呃,如果是说 没有冲坠,它是,啊,轻易是打不开的 好吧 然后呢,这个双大钩呢,是特别好 在我们这个刷子架的攀爬过程中是特别好用的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把它挂在了上面 呃,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所谓的高空,我们经常说的一句就是高挂低用 为什么说高挂低用 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我把它挂在这里 我往上爬的时候,我脚滑了或者没抓好 第一时间它是不是就受力了 这个冲坠的距离很短,啊,冲坠的距离很短 如果说,啊,如果说我爬到了这里 啊,我爬到了这里 它的冲坠系数就是1比1 因为它和这里是一样高的 如果说我爬到了 如果我爬到了这里 它已经低于1了,它已经大于1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是很危险 大家可以看到,如果真正是这个状态 你掉到地面上的时候 它是不是还没有打开 所以说呢,这个钩,啊 这个钩一直是挂的越高越好 好吧 当我往上攀爬的时候 它为什么是两个呢 大家可以看到 当我取掉这个的时候 是不是还有一个在上面挂着 当然了,有人说,哎 我用一个不就行了吗 当一个你往上爬的时候摘掉的时候 你是没有任何保护的,对不对 所以说啊,这个大钩不能一个挂在身上 一个挂在保护点上 这样的话,它起不到一个冲坠的作用 这个适能吸收器 没有作用 所以说呢,必须是 啊,当你攀爬的时候 一个在手上 一个在挂点上 啊,你每走一步 啊 沿着 往上走 啊,爬到了一定高度 比如说 我需要在这里 工作 啊 我需要在这里工作的时候呢 刚才我说了 我身上有一个定位器 对不对 我把它放在这里 这个时候呢 我就可以固定在这里了 我就可以固定在这里了 这个双大钩呢 一定要挂高 挂在高处 啊,有人说 挂多高呢 你挂的越高越好 只要你能够得着 因为你挂的越高 第一时间 如果这个保护点没有了 你第一时间 会有很短的一个冲坠距离 你将会是最安全的 如果 啊 这钩子 这钩子挂在了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这个保护点没有了 啊,没有了 断掉了 有问题了 那么你将会 冲坠整个一个的距离 所以说这样是不安全的 啊 这个大钩呢 一定要挂高 一定要挂高 啊,最好是呢 挂在两个不同的 锚点上 这样的话 它的安全系数是双分的 对不对 最好啊 挂在两个点上 那你说如果没有别的选择了 这个 这个杠 是足够强壮的 也是ok的 啊 也是ok的 啊 我固定在这里 就可以进行一些作业了 对不对 比如说我在拧螺丝 装灯装音响 啊 我这个呢 是可以调的 如果说 我挂在了这里 啊 挂在这里 诶 这个螺丝拧完了之后 我想往下面一点 在这里 我弯着腰是很费劲的 对吧 所以说呢 我这个 是可以往下走 往下走的 对吧 我可以在这里 这里进行操作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们绳索作业 我们绳索作业 任何时候 始终记着 你需要有两点保护 那么我的两点是哪两点呢 我的这个双大钩 啊 在腹部挂环上 一点 上面是一个点啊 两个钩子 但它是一个系统 所以它是一个点 那么这个呢 也是一个点 这个时候呢 我就有点双重保护 比如说 啊 这个没有了 我有它能够拉得住我 啊 如果它没有了 这个也同样可以拉得住我 所以说啊 这是两点 这是一种 其中啊 攀爬的其中一种 一种方式 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 我们想要下来了 对吧 我们想要下来了 也可以同样 同样的方式 没有水平生命 没有垂直生命线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同样的方式 啊 这是 这是我们其中一种 用刷纳钩攀爬的一种方式 好吧 然后呢 我先把这个取下来 把我们刚才工作用的这些 所谓工作便利的一些器材给整理好 好 那又说了啊 有的时候 我们会挂这么一个止坠器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呢 叫做止坠器 它为什么叫止坠器呢 它和我们汽车上的安全带是一个工作原理 平时如果我经常在这里 这里有一个灯 或者有个追光塔 我经常要是从这里上升下降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装一个止坠器在这里 我每次工作的时候呢 我走到这 因为我要上高空 所以必须有安全带 我们呢就把它取下来 啊 挂在我其中的一个点上 挂在我其中的一个点上 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工作原理啊 它是一个 你缓慢的上升和下降 它都不会有问题的 但是 但是 你攀爬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的手和脚突然一滑 啊 突然一滑 它会把你挂住的 它就是一个汽车安全带的一样的原理 所以说它也是一个保护器的一种 这个叫做止坠器 当然了 你把它 松一下 它就OK 它又继续跟随 你往上爬 这也是保护器的一种 然后 到我所需要工作的地方的时候 啊 我就继续拿出来我的 定位绳 固定在这一个地方 啊 现在呢 我也是同样是两个保护点 第一个是我的定位绳 第二个呢 就是它 对吧 如果有万一有冲坠 大家可以看到啊 它是可以拉住你的 所以说呢 这是 垂直生命线 其中的一种保护方式 垂直的一种保护方式 现在 我可以把它取下来 工作完了 我就可以下来 如果这个过程当中 我突然 滑落了啊 墜落了 它是可以拉住我们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只需要 稍微让它不受力一点点 就OK 可以继续下来了 好吧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是一个银色的 银色的 为什么我们把它做了一个黑色的呢 在很多剧场演出的过程当中呢 它怕 怕的是 追光打到了 它会有一些反光 所以说呢 在剧场里面 我们尽量都是黑色的 包括我们的一些刷子架 我们有特殊要求的 都会把它做成哑光黑色的 这个钢丝呢 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它也喷成黑色的 因为它是一个 独立的一个系统 一个出厂时候的设置 当然了 定做的时候也可以把它做成黑色的 如果有特殊要求的话 这是指缀器 指缀器 这边呢 这边呢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啊 这个呢 叫做缓降器 也是保护其中一种 有 演出当中也可以用得到 这个呢 叫做缓降器 它和 刚才指缀器的 外形 和结构呢 都很像 但是呢 它和 指缀器的 唯一区别是 它不能 锁子 只能 随着你 慢慢的 上升和下降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演示一遍啊 我演示一下啊 比如说啊 这个缓降器呢 我刚才说了 这个是 指缀器是 如果你滑落 它会迅速把你拉住 但是啊 这个缓降器它不同 它只会 跟着 慢慢的把你放下来 啊 有的时候呢 演出过程当中需要 有的时候 我们工作当中 也会需要 这样一种方式 如果你掉了 直接就会 慢慢的缓慢 把你落下来 啊 这两种 两种方式讲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 接下来讲 绳索作业 如果没有提前设定好的 这些挂点 比如说我们在剧场 或者是说 在一个刷子架上面 我们需要 到中间去 或者是说 去安装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这个时候呢 我们没有 没有这些 可以爬的东西呢 我们就会打 两组绳子 打两组绳子 这组在这 现在呢 这组绳子不需要 所以我就把它 固定了在这个旁边 我把这组绳子固定在旁边 这个呢 是备份 因为高空作业 至少是两个人 当然了 我在这讲课 现在只是我一个人 如果有什么其他问题 另外一个备份的人员 救援的人员 可以用这一组绳子上去 所以说啊 现在没有用 我就把它先系在旁边 我把它先系在旁边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刚才讲了 我们高空作业 任何时候呢 都是两个点 两个保护点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绳子是我打好的 是两根独立的绳子 两根独立的绳子 也就是说 这根和它是没有关系的 如果这根断了 这根一定还是牢固的 如果这两个绳子 你把它搭过来 是一个系统 那么这个一段 那个是不是也就松开了 所以说呢 目前呢 这两个绳子是独立的 它可以收力 它也可以收力 我们现在呢 就来演示一下我们的绳索通道的一些高空作业 大家可以看到啊 刚才我介绍了 我身上的这些东西 首先呢 我想要上升 对吧 我想要上升 首先 我要有一个止坠器 要有个止坠器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呢 这个呢 就叫止坠器 它是一个负保护 一个备份的一个负保护 它的作用就是说 当你的主保护丧失了之后 它会第一时间来拉住你 不让你直接掉在地面上 它呢 是挂在 胸木挂环这里的 它可以打开 它可以打开 打开了之后呢 卡在这个绳子上 大家可以看到啊 它卡在这个绳子上之后呢 它是可以 它可以下降 它也可以上升 对不对 那 有人要问了 它既然能上升也能下降 它怎么能保护得住呢 你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当这个绳子如果是主保护点 失去的话 它迅速 迅速和这个的作用 止坠器的作用一点上 它迅速就把你拉着了 它迅速就把你拉住了 你是掉不下来的 它是一个负保护 好 如果你工作过程当中不慎 让它受力了呢 你按着下面一点 按着下面 稍微往上一滑 它就又恢复了啊 这是一个负保护 工作的过程当中 第一点啊 一定要先把负保护给装好 负保护装好 然后呢 我现在是要上升 对吧 这个安全带上呢 有一个这个小小的黄色的金属的 这叫凶式上升器 我上升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它是可以打开的 我把它打开 放进去 打开放进去 大家可以看到啊 它卡上面是 是不会让你掉下来的 它是一个只能 只能上升 不能下降的一个 我挂上去之后呢 有人说了啊 我这样悬空了 我怎么上 我需要怎么上啊 刚才我整理装备的时候 介绍了一个 叫做手持上升器 大家可以看到啊 手持上升器的原理呢 和凶升的原理是一样的 它也是一个带齿的 一个可以打开的 同样呢 装在我们的 主绳上面 一直受力的这个绳 我们叫做主绳 主绳上面 然后 这里有一个黑色的带子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带子呢 叫做 脚踏绳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 便于你去踩 这个手持上升器的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目前的这个状态 就可以上升了 怎么上升呢 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绳子没有重量 可能需要呢 需要你手去抽绳 记住啊 这个止坠器一定是 在高处的 可以看到 止坠器的这个 挂点在这儿 然后最低最低最低 和它平起的时候 冲坠系数是1比1 如果再低 那么你就有危险了 所以说 这个止坠器 一定是要高于你的挂点 所以说 我们的习惯呢 是将它背在背后 肩膀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啊 如果把它放在肩膀 这里的时候呢 我踩的时候 肩膀 再上两 两米之后呢 这个绳子有重量 肩膀就自动可以 把它顶上来的 可以自动 可以把它顶上去的 自动可以顶上去 如果没有把它顶上去 你需要 你需要去移动 需要去移动它 好 因为我是在演示 所以我不要上得太高 当我 上升到这个高度的时候呢 比如说 我在这个高度去工作 垂下一盏灯 我需要去调灯 或者音响 这个时候呢 我是一个上升的状态 对吧 上升的状态 凶式上升器呢 并不适合固定在这里 一直在这里做这些工作 因为它是齿状的 所以说呢 我们有一个下降器 我们把它从上升状态 转换为下降状态 转换为下降状态 这个就是有一些 这个专业性了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我只是在这里 给大家展示 演示一下 锁上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不上升的时候 这个手持上升器 就可以把它取下来了 取下来了 取下来了 取下来 这些工作的东西呢 我就把它挂在旁边 挂在我们的装备环上 这个时候呢 是一个下降状态 我这里可以工作 对吧 当然了 我需要 如果需要上升一点的话 啊 我需要上升的话 我还是需要我的 手持上升器 这里我有 有一个架子 对吧 我可以直接收就行了 这是一个 上升 上升和转换下降 如果我这里工作完了呢 我就可以下降 我就可以下降 安全的到达地面 对吧 安全的到达地面 刚才呢 我演示的是一个 凶势上升器上升 落到地面之后呢 首先我们先要拆掉 下降器的上面的 这根主绳 啊 然后 我们再去拆掉 我们的止坠器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副保护 大家记住一点啊 任何时候呢 我们的 止坠器 都是先装 第一步是先装止坠器 然后我们工作完了之后呢 后拆 最后才要拆掉它 比如说 你站在一个 舞台的隔山顶上面 啊 这里我们没有下到地面 这是一个 马道 好 当你下到了一个马道上 比如说啊 我刚才 我的一个下降 好 我在 顶上面 调完了灯 或者音响 啊 比如说 我现在是下到了 马道 马道的边缘 啊 这个时候呢 下到了这里 第一时间 我们要拆 下降器 为什么不拆 保护器啊 如果站在马道边上 好 我先把止坠器给拆了 啊 我还站在这个边缘 这个时候呢 我在操作啊 我在操作 我在操作拆 拆我的下降器的时候 这时候我一不小心 是不是就直接掉下来了 所以说呢 我们第一时间 啊 拆我们的下降器 往后退一步 如果后面是平台 往后退一步 离开这个边缘 我们再拆我们的 啊 再拆我们的止坠器 所以说 记住 这个是最先装 最后拆掉的 好吧 然后呢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上升下降 当然了 有很多时候 我们这个绳子 如果山顶很高 或者说 我们需要装的灯很高 在一个灯塔上面 或者一个在 在更高的上面 我们的绳子呢 它没有 是一条的 它有 它有接头 我们同样也有一种 过绳结的技术 可以 把这个 给过去 转换过去 那就是一些更细的一些东西 所以说呢 最简单的啊 就是我们一个 上升下降 我再演示一下 我们所谓的微距 微距上升 和微距下降 同样 同样 我们装好我们的 止坠器 也就是副保护 然后呢 是我们的凶声 然后呢 是我们的手持上升器啊 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绳子给理顺来 要不然你身上很多绳子 一会就搅到一起了 上到高空的时候你就不太好 不太好去拆分这些东西 大家可以看到啊 因为我做这个时间比较长了 我有一些自己的一些便利的一些小技术啊 这个时候呢 我虽然绳子很短 但我不用抽绳子了 我就可以上一点 对吧 现在呢 我的绳子是卡在我的胸式上升器上面的 有时候呢 有时候呢 如果我爬 用小心爬太高了 这个时候呢 我想下来 是不是要转换成我的下降状态 但是呢 比较麻烦 有的时候呢 我如果有双大钩在这挂着 我需要做一个小小的微距下降 大家可以看到啊 同样 我需要先把我的重量转换在我的脚踏绳上面 这个时候呢 我的这个绳子就是松的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可以 我可以站起来 这个时候呢 我的这个绳子 就可以 慢慢下来 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我刚才讲了 这是一个尺状的 对不对 它是一个尺状的 它是一个咬合在绳子里面的一个 一个倒刺 这个时候呢 我用手 顶着这个胸式上升器的这个里面的小毛块 它就会 倒刺从绳子里面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 当然我站起来的时候 用手顶住的时候 啊 它就可以通过这个 来调整你的一个距离 当然了 这很费劲 这所以说叫微距下降 微距 就是说你差了一点点的时候 如果你需要下三十米二十米 啊 你抬起来往下降 抬起来往下降 是非常费力的 所以说这个我们 长距离的下降 我们不建议用这个 啊 我们会有下降器 啊 我们会有下降器 来做下降 锁死 对吧 锁住 然后 我们调整好距离 把我们的凶声取掉 转换成下降器 OK 然后收收集好 整理啊 整理好我们的东西 我们下降 下降到地面 这是一个微距 啊 一个微距 微距下降 当然了还有下降器上升 它也是同样的道理 这个东西 下降器呢 可以下降 它也可以上升 它的作用呢 它的一个工作原理 就是也是一个卡绳的一个工作原理啊 当我把它抽紧的时候 它同样也是让你下不来的 我只要不打开我的手柄 这个时候呢 下降器上升 适用于我们距离不太高的情况 比如说 5米 8米 10米的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选择下降器上升了 因为 如果我用凶声上 当然了 是很方便的 但是我上到一定距离的时候 我要把它转换成下降器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时候如果不是很 不是很 距离很长啊 距离不是很长的时候 那么 我就选择 啊 我就选择 选择一个 下降器上升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还是一样 指示器高一点 手持往上推 要把我的下降器给打开 下降器打开 往上抽绳 啊 出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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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呢 大老师 工作均匀 把大老师工作均匀高了 你做什么呢 我就可以 没办法 然后我要下降器 锁起 现在呢 我都会生一个老师 好 好 掌收 入口 reform Tor 。 用 浔 手柄打开的角度越大,下的越快 但是如果打到最大,就是这个手柄不妄想 下降度的上升